自剑次郎击败西恩已过了数日 剑次郎也因为西恩和尤利亚的死没有了目标 大和巴托以及林等人漫无目的地游走在荒漠中 距离他们不远处出现了一辆拉着食物的货车 突然从货车前方地面窜出一群盗贼要打击货车 他们对着司机式的两人发动攻击意图逼挺货车 导致货车撞在了路边的山崖上侧翻停下 于是盗贼们立马对货车上的食物进行掠夺 但却没有注意到车子的油箱已经漏油 很是痛心将路火释放在了司机身上 关键时刻剑次郎现身运用罐头罐子击中了头部 从盗贼们口中得知他们是名为牙之一族的组织 这个头目名为克巴特 他对剑次郎的阻拦很是不爽 于是派出小弟出击想要以多欺少 奈何在剑次郎面前 人数优势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盗贼们蜂拥而上全力出击 剑次郎却窥然不动稳如泰山 随即将他们高高举起 然后直接扔了出去 克巴特见小弟们都被打败后 不敢再出路剑次郎 剑次郎将救下的两人送回他们所在的村子 村中长老感谢了剑次郎出手相救 并告诉剑次郎 牙之一族已经是他们的素敌了 经常前来袭击村子 因为他们这个村子拥有水源 可以种植农作物 所以可以自给自足 甚至还能种点花草 很久没见到鲜花的林 对这片花园甚是喜爱 林身后出现一名长相酷似尤利亚的女子 剑次郎看见后 以为是尤利亚震惊万分 女子声称自己名叫马米亚 有的翻译为马美亚 马米亚二话没说 对着剑次郎就发动了溜溜球攻击 剑次郎轻松挡下攻击后 马米亚很佩服 原来马米亚正是这个村子的首领 也就是村长 刚才那一集是为了确定剑次郎的实力 马米亚表示 剑次郎确实有达到牙之一族的实力后离去 此时克巴特将上大群盗贼前来攻击村子 意图复仇 马米亚带领村民们 与盗贼之间展开了激烈战斗 他拿着一把喷火枪英勇奋战 让盗贼们无法攻破防御 克巴特见状 派出一辆重行车 直接撞破了防御攻势 马米亚摔倒在重行车前 被一名盗贼盯上 盗贼想要杀掉马米亚时 剑次郎现身 剑次郎杀掉了这名盗贼 并警告牙之一族离开 然而克巴特心意已决 想要将剑次郎除这儿后快 于是让小弟们发动群体杀人拳 华山群狼犬 剑次郎忍无可忍 立马急速出犬疯狂联机 一记北斗翻车爆裂犬 瞬间秒杀了盗贼们 村民们看着剑次郎以一抵摆 都惊呆在了原地 剑多时光的马米亚 认出了剑次郎使用的是北斗神犬 于是拜托剑次郎留在村子 当他们的保镖 剑次郎本来就没有目标 便同意留下保护他们 远处观战的克巴特 肩不下全军父母愤怒不已 他决定回去办救兵 彻底毁掉剑次郎和村子 于此同时 另一个城镇中 一群混混正在调戏一名女子 危险的斗篷之下的 竟然是个长相俊美的长发男子 此人正式使用 蓝斗圣犬之蓝斗水鸟犬的雷伊 雷伊故意扮成女人模样 勾引这些混混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 胸壳有七颗伤疤的男人 雷伊使用蓝斗水鸟犬 轻松杀掉了这群混混 随即抢夺了他们身上携带的食物 继续找寻 第二天 科巴特和弟弟科巴拉 带着手下埋伏在村外 经过昨天的教训后 科巴特不敢再贸然进攻 此时他们发现了 正在前往村子途中的雷伊 由于雷伊拥有俊秀的面庞 让科巴特很势不爽 他派出小弟出击 意图杀掉雷伊主克恶气 但在雷伊的蓝斗水鸟犬的攻击下 打头真的盗子们都被切成了块 惨不忍睹 科巴特间遇到墙底 立马服软 并想要拉拢雷伊 村子这边 马米亚正在指导 催眠修复防御攻势 他们知道 雷伊组肯定会卷土重来 此时雷伊扛着一个 盗贼的尸体来到了村子 并且主动申请 称为村子的保镖保护村民 剑刺狼这边 马米亚找到林 声称要为他洗头发 林走之际 他将一个苹果扔到空中 用溜溜球一分为二 剑刺狼一个闪身 避开溜溜球后 苹果二分为四 四人分食后 马米亚表示 作为保镖的剑刺狼很称职 马米亚离开后 雷伊出现在了剑刺狼身后 雷伊询问剑刺狼 马米亚是否是剑刺狼的女人 此时村里的小孩 追着林的小白狗 撞到了雷伊 从雷伊身上掉下一块红色的丝巾 雷伊顿手慌乱 随即一把手抢回丝巾后 转身离去 村外的克巴特 见雷伊成功成为了村子保镖 很是高兴 原来他们打算和雷伊理应外合 将村子据为己有 不久后 雷找到马米亚 二人在水池边洗头发 由于水源极度匮乏 雷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洗过头了 雷问马米亚 为何身为女人 却是村子的首领 马米亚告诉雷 这个村庄是马米亚的父母打造的 他们召集人手 在此处挖掘出水源 跟做田地 以开满花朵的村庄为目标 不断努力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 与强盗斗智斗勇 最后牺牲才守住村子 这才有了现在 村民们基本能自给自足的生活 马米亚问林 为何要跟着剑刺狼一起四处漂泊 林回答道 是因为剑刺狼非常的温柔 马米亚很惊讶 这个平时高龄的男人 还有温柔的一面 此时雷一突然现身 二人顿时警惕起来 马米亚让雷一离开 但雷一却直接走向二人 于是马米亚拿出溜溜球 攻向雷一 却被其直接切开 马米亚上前攻击 反被雷一控制了起来 雷一表示 将马米亚交给盗贼 实在太可惜了 林总雷一的眼神中 雷一立马跑了出去 马米亚穿好战衣 紧随其后 看着身后奔跑的马米亚 雷一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看来雷一也是个有故事的猛男啊 盗贼们人数众多 攻势太猛 村民们无法抵挡 很快盗贼们就占领了 村子存放食物的仓库 就在他们想要对这里的女人 和孩子们下手时 一个盗贼冲了进来 头部爆裂当场死亡 原来是剑刺狼已经出手 而且将外面的盗贼全部击败 小童不见状 并不慌乱 声称这次有高手助阵 然而下一秒 雷一现身 直接将小童部给杀了 剑刺狼认出了雷一使用的是 南斗水鸟犬 剩下的刀嘴们见雷一反水后 吓得灰溜溜地逃走了 剑刺狼问雷一 为何要背叛牙之一组 雷一表示 自己已经看出了双方的输赢结果 而且自己只会选择强者这一边 因为在找到几个伤疤的男人之前 自己必须活着 所以在此之前 自己背叛 杀人什么的都无所谓 克巴特得知雷一背叛自己后 回到了大本营 他找到了雷一族的首领 哭诉自己的遭遇 雷首领将这些盗贼们 都称为是自己的孩子 他听闻自己的孩子被杀后 泪流不止 决定复仇 村子这边 林和巴托发现长老正在制作蛋糕 原来今天是村长玛米亚的生日 大伙准备庆祝一下 一个名为钢的小伙子 骑着摩托车出了村 他想要去山里摘点新鲜的草莓 为蛋糕做点缀 微笑的在回村途中 冲了牙之一族的埋伏 被抓住 克巴特为了替手下报仇 将钢带到村口示威 并口出狂言 要让村民们血债血偿 看着钢被盗子们蹂躏 村民们很痛心 想要开门救钢 但玛米亚生智 这是克巴特的陷阱 阻止了村民们 钢也在不断呼喊 让村民们不要出来 剑刺狼想要出手 却被雷一拦了下来 雷一告诉剑刺狼 贸然出手的话 盗子会杀掉钢 然后逃走 花音刚落 这群畜生又杀掉了钢 克巴特扯下钢脖子上的项链后 开车扬场而去 村民们立马开门 将钢的尸体抬回了村子 林捡到了从钢身上掉落的草莓 交给了长老 长老表示 钢曾经说过 生日蛋糕上必须要有草莓 玛米亚听闻后 转过身子 默默离开了大会儿 雷一表示 玛米亚不愧为村长 同班死了竟然如此冷静 村民们告诉雷一 其实最伤心的人就是玛米亚 因为刚是玛米亚唯一的亲弟弟 众人听闻后万分震惊 玛米亚来的父母目前 强忍泪水 长老告诉玛米亚 想哭就哭出来 没人会笑话他 玛米亚却表示 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 他要继续保护村民 长老离去之后 玛米亚再也没了忍住 夺况而出的泪水 剑次郎和雷一将这一幕 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里 不久后 剑次郎在村外找到一个 牙之一族的探子 他从探子口中 并问出了牙之一族部队的位置 随即告诉探子 不要动 否则就会原地自爆 探子不信血 偏要移动 身体暴力而亡 剑次郎根据线索 找到了牙之一族的一支部队 没想到雷一已经截足先登 与刀子门开战 克巴特声称 要让雷一见识一下华山群狼权 话音刚落 他身后的刀子门全部暴力身亡 原来是剑次郎出手 将其背后的部下击溃 剑次郎问雷一 雷一从怀中拿出那块红色丝巾 并告诉了剑次郎缘由 这条红色丝巾 原本是白色的婚纱丝巾 是雷一的妹妹爱 结婚时应该带的东西 可就在爱结婚前 那个晚上正在试婚纱时 一群强盗趁雷一不在 杀进了他们的村子 雷一的母亲当场被杀 父亲也被重创 最后他们掳走爱的时候 雷一的父亲扯下了这块丝巾 雷一的父亲没看见盗贼的长相 只看到了胸口有七个伤疤 后来雷一回到村子后 父亲将这个线索告诉他后死去 为了替父母报仇并找回妹妹 雷一一直在找寻 那个胸口有七个伤疤的男人 牙之一组首领 得知科巴特的死讯后泪流不止 科巴特的弟弟科巴拉找到首领 声称要为哥哥报仇 因为哥哥生前十分宠爱自己 每次都有求避应 首领听闻后 让科巴拉成为头目 去干掉剑次郎和雷一 并派出军师哥西巴 去打探剑次郎和雷一的亲人 想要运用卑鄙手段 让剑次郎和雷一尝密 此时的剑次郎和雷一 已经回到了村子 剑次郎将钢的项链 交给了玛米亚 让他倍感欣慰 玛米亚振作起来后 号召村民们走出悲伤 村民们也在 玛米亚的激情演讲中 斗志满满 事后雷一却拦住了玛米亚 不让他去战斗 因为他是女人 玛米亚表示 自己早就丢掉了女人的身份 成为了战士 雷一听闻后迅速出击 将玛米亚的衣服切碎 玛米亚立马捂住胸口 害羞地蹲在了地上 雷一声称 若不是女人 玛米亚就没有必要害羞 随即雷一将那条血染红的丝巾 披在了玛米亚身上 剑次郎和雷一 打算彻底铲除牙之一组 离开了村子 玛米亚再次穿上了战衣 与二人一同前往 他们翻山越岭 朝着牙之一组的总部方向进发 不久后 他们就被克巴拉的队伍发现了 克巴拉为了替哥哥报仇 埋伏在三人的必经之路上 很快剑次郎等人就中了克巴拉的埋伏 克巴拉还专门为三人准备了一口棺材 他一声令下 刀子们从地面窜出攻击 有的则是从山上跳下发动突袭 这招便是华山群狼犬中的妖灭之行 不过在北斗神犬和蓝斗水鸟犬面前不堪一击 就连玛米亚的溜溜球 也能对其进行有效打击 转瞬之间 克巴拉的布下全灭只剩下了他一人 雷一见状 上前逼问克巴拉是否知道七个伤疤的男子 克巴拉被吓得推进了棺材之中 被雷一直接斩杀 剑次郎询问雷一 若是自己胸口上也有七个伤疤 他怎么办 雷一表示 自己是从恶度中生存下来的男人 从剑次郎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剑次郎的为人 牙这一组首领这边得知克巴拉死后很是愤怒 此时刚好均是戈西巴打探消息归来 他没人查到剑次郎的亲人 只发现了雷一的妹妹 首领得知情况后 和戈西巴找到了爱所在的地方 这个组织的首领声称 爱是自己花高价买来的 不会给他 直接搬起一个水泥墩子 砸向了牙首领的头 没想到牙首领竟然拥有铁头功 毫发未损 他捏碎水泥墩子后 直接将对面的首领抱在了怀中 紧急着一击头垂撞向对方 让其脑袋开花 当场毕命 牙首领找到爱后 将其带回了牙之一族总部 然后派军师戈西巴带着人马 将剑刺郎和雷伊引来 戈西巴带着盗贼们 对附近的村庄发动了屠杀 并且还将年轻的村民带回去 为死去的盗贼陪葬 村民们在反抗中 出入了一个身材巨大的盗贼 此人名叫马达拉 是个狂暴且残忍的家伙 他杀掉了好几个 作为陪葬品的村民 戈西巴见状 只能运用带有铁球的锁链将其控制 剑刺郎等人 看着一路背回的村庄 更加愤怒 他们在最后一个村庄中 发现了一名还未死去的男孩 男孩告诉剑刺郎等人 这一切都是牙之一组干的 说完之后 直接遇命 三人痛心不已 此时两名不知死活的盗贼献神 想要偷袭 刚好剑刺郎和雷伊在气头上 直接秒杀二人 戈西巴将陪葬品带回后 牙之一组举行了葬礼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那些 被带回的村民告慰灵魂 此时剑刺郎等人 终于找到了牙之一组的大悲银 牙手灵派出马达拉前去对付三人 剑刺郎挺身而出 声称对付马达拉 自己一人足矣 马达拉使用的绝招 另为华山分裂拳 此招是以极快的身法转动 形成残效 在对方无法辨别真身时 发动攻击的攻法 然而剑刺郎却一眼就找出了真身 并点了对方穴道 马达拉原本想要顺势咬断 剑刺郎的手臂 却合不拢嘴 于是他再次释放华山分裂拳 准备用力爪发动攻击 但是在剑刺郎面前 根本无法奏效 剑刺郎一招五指裂弹 不偏不移地命中起双手 马达拉的手掌顿时碎裂 马达拉痛苦不堪 随即马达拉的头直接爆炸 死在了众人眼前 牙手灵见状很气愤 直接将爱展示了出来 雷一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妹妹先生 激动万分 然而此时的爱已经双目失明 没有认出哥哥 雷一直接将那条丝巾扔了过去 爱通过触摸 发现是哥哥送给自己的丝巾喜出望外 从爱口中得知 他被七个伤疤的男人抓走后 又在多个组织之间 以奴隶的身份被盗买 绝望的爱每天以泪洗面 却又没有勇气面对死亡 于是只好关闭了心门 苟活在这个世上 得知妹妹的悲惨遭遇后 雷一路发冲刮 想要抢回妹妹 可是牙手灵却用绳子将爱绑了起来 要挟雷一 他让雷一杀掉剑刺郎 否则他就永远见不到妹妹 玛米亚健壮挺身而出 声称自己是剑刺郎的未婚妻 他想用自己来交换爱 成为雅手灵的人质 雷一表示 若玛米亚能救回爱 他将用自己的一声暴打他 玛米亚来到雅手灵身边后 时间释放溜溜球偷袭 可是却被雅手灵的铁的弓给弹开了 雅手灵一把将玛米亚抓了起来 玛米亚趁机拿出钢刺 直接雅手灵胸口而去 然而钢刺却被肘弯 并未成功刺进雅手灵的皮肤 雅手灵这招名为华山河定义 可以瞬间将筋肉转化成钢铁般的硬度 这样一来 玛米亚和爱都成为了雅手灵的人质 雅手灵想要用人质 逼迫剑刺郎和雷一自相残杀 剑刺郎甚至是对方的挑拨离剑技 不为所动 可雷一为了心爱的妹妹 只能与剑刺郎开战 不过剑刺郎并不想与雷一为敌 不断闪躲 所以导致雷一也无法使出权力对战剑刺郎 因为雷一无法杀掉这个对自己毫无防卫之心之人 雅手灵等得不耐烦了 再次以爱的性命逼迫雷一 玛米亚见雷一动了杀心 立马叫住了雷一 随即打算以自杀的方式阻止二人自相残杀 没想到爱与玛米亚想法相同 准备咬舌自尽 雅手灵怕失去筹码 让手下将爱的嘴巴堵了起来 玛米亚趁机撞向长枪 却被雅手灵当场抓住 剑刺郎见两个女人拥有如此觉悟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她不断原地跳动 以非要全力出击对战雷一的样子 剑刺郎告诉雷一 不使用奥义是无法击败自己的 雷一发现 剑刺郎要释放秘传招式 北斗顺吉伦 剑刺郎问雷一 是否知道自己这招的意思 雷一若有所思 雅手灵见状 直接将手中的大刀扔向二人 二人同时出手 击中刀身同一点后 大刀碎裂 紧接着雷一释放南斗虎破龙 攻向剑刺郎 剑刺郎则是以一招 北斗龙吉虎幻影颜色 剑刺郎一拳命中了雷一的面门 雷一则是一击手刀 刺中了剑刺郎的胸口 最后二人两败俱伤 双双倒地 雅手灵高兴不已 盗贼们为死去的同伴们报了仇 一片欢呼 雅手灵觉得爱和马米亚没用了 让手下杀掉二人 然而就在他们出手之时 盗贼们一个个身体暴力而亡 没想到此事 剑刺郎和雷一竟然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 原来北斗圣吉伦的精髓是按下彼此的穴道 让双方表现出窒息状态的假死现象 两个影帝的配合成功骗过了在场的所有人 不过牙手灵还留了后手 他事前在此处埋了炸弹 他让手下引爆炸弹后 又将爱和马米亚孤立了起来 而且此处位于火山地带 稍有不胜就会掉入岩浆 军师戈西巴表示 如果剑刺郎和雷一乖乖被杀 他们就会用绳子将爱和马米亚救回来 然而剑刺郎怎么可能相信他的鬼话 牙手领见军师被杀 立马让手下杀掉爱和马米亚 马米亚拿出备用溜溜球出击 保护爱的安全 此时雷一绕到了二人这边 以盗贼开战保护爱和马米亚 剑刺郎则是来到了牙手领身前与其对决 牙手领全身散发亮光 声称要让剑刺郎见识自己的奥义 紧急着身体冒气 皮肤变成了钢铁的颜色 这招便是画山全法奥义 画山钢铠呼法 剑刺郎见状就地取材 从地里拔出一块工字钢 随即强力出击 直接攻向牙手领 可是工字钢发生了严重变形 牙手领却毫发未损 剑刺郎见状直接扔掉了工字钢 并摆好了架势 随即闪生到牙手领身前 直接牙手领面门 两拳一胳膊肘下去 牙手领的脸都被打得凹了进去 不过牙手领大吼一声后 脸瞬间恢复了原样 剑刺郎又捡起一块工字钢 朝着牙手领的肋骨打了过去 这次牙手领的身体 直接被打得扭曲变形 痛得娃娃叫 原来刚才剑刺郎的攻击 点了牙手领面部的穴道 导致牙手领的画山钢铠呼法奥义失效 牙手领深知自己打不过剑刺郎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逼迫手下前去拖住剑刺郎 自己打算趁机溜走 与之前在盗贼们面前说 疼爱他们的老爹攀若两人 盗贼们见状只能仓皇逃窜 却被雷一阻拦被当场斩杀 牙手领只好假装投降 声称自己再也不作恶了 随即从身后拉出一尾手榴弹 拉开引线意图炸死剑刺郎 不过此时剑刺郎的点穴已经生效 牙手领全身的筋肉开始变得僵硬 无法扔出手榴弹 伴随着一身爆炸身后 牙手领的右臂被炸断 牙手领想要做最后的挣扎冲向剑刺郎 剑刺郎一招岩山两斩波 击碎了牙手领的头盖骨 牙手领掉入岩浆中 烧得连渣都不剩 看着弟弟的大仇一爆 马米亚满眼泪水 崔敏们得知牙之一组被彻底铲除后 沉浸在喜悦当中 这也就意味着剑刺郎和雷一德保镖任务已经完成 剑刺郎运用北斗神拳治疗了艾的眼睛 艾也终于重见光明 再次见到了哥哥的模样 感动流涕 此时剑刺郎却退去上衣 露出了胸前的七个伤疤 不过雷一表示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深深了解了剑刺郎的为人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城市 那个暴冲剑刺郎的人正在作恶 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暴冲剑刺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峰 我们下期见 上期说到 剑刺郎等人彻底产出了牙之一组 雷一的妹妹艾也被成功解救 还恢复了势力 从艾口中得知 如组他的人正在冒充剑刺郎 剑刺郎也大概猜到了此人的身份 于是他拜托雷一照顾好林和巴托 打算独自出战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城镇中 那个冒充剑刺郎的头套男正在作恶 他在村子中央搜了一座自己的雕像 声称就是剑刺郎 并且让村民们一个个前来 而且是吓一个不知道的人 去砍上一个不知道的人的头 只要不服从者 就会被当场杀掉 这让原本名声大好的剑刺郎 被村民们憎恨 从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瞬间沦为残忍狂暴的杀人魔 此时剑刺郎着装严密的出现在了这个村子 他对着正在欺压村民的混混救世一脚 混混爬起后 揪着剑刺郎的衣服问他 是否知道雕像是谁 剑刺郎表示 自己不知道 于是混混逼迫剑刺郎 将埋在地里的村民的头砍掉 剑刺郎接过武器 直接砍在了混混头上 混混倒地时 扯碎了剑刺郎的衣服 露出七个伤疤 北斗神犬是代代单传的纠集暗杀拳法 但到了剑刺郎的师父龙泉这一代 却没被传承 因为龙泉是个出家人 并没有子嗣 于是龙泉入戏收养了四个孩子 并教授他们拳法 掌兄名为拉欧 有的翻译叫做拉奥或磊奥 次男名为托奇 有的翻译叫做盗奇或多奇 三男名为甲鸡 有的翻译叫做杰鸡 最小的便是剑刺郎 有的翻译叫做犬四郎 但是能接受北斗神犬奥义传承的 只有一人 这次冒充剑刺郎作恶之人 正是他的三哥甲鸡 剑刺郎看着眼前 被自己打碎的雕像陷入回忆 当年剑刺郎还在师父门下 学习拳法知识 有一次师父让剑刺郎 与三哥甲鸡之间训练切磋 他们双方身体上的穴道 都被做上了标记 谁能更精准的命中标记 就算谁胜出 甲鸡在切磋开始瞬间 竟然使用暗器偷袭剑刺郎 然后趁机释放北斗千手斩 将剑刺郎击倒在地 就在甲鸡洋洋得意之时 师父却宣布他输了 因为甲鸡身上所标记的穴道 已经完全被剑刺郎命中 原来在甲鸡释放暗器与剑刺郎擦身而过之时 剑刺郎已经用几块的速度 精准命中了甲鸡的穴道 不过剑刺郎的温柔和善良 并未让他下狠手 如果剑刺郎起了杀性的话 甲鸡早已全身暴力而亡了 不过甲鸡始终不服气 声称剑刺郎身上的伤痕更多 并表示身为弟弟的剑刺郎 是绝对不可能赢过自己的 甲鸡走后 师父说剑刺郎的善良会为自己带来灾难 特别是将善良和温柔 用在甲鸡那种人身上 剑刺郎回过神来 从甲鸡的手下口中得知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引出剑刺郎 说者混混们朝着剑刺郎发动了猛攻 剑刺郎很轻松就击败了这些混混 只剩下一个领队 领队摆好架势 声称自己偷学了甲鸡的北斗神拳 可是剑刺郎咬都不咬他 将被买村民救了出来 领队趁机偷袭 反被剑刺郎一胳膊手打倒在地 领队爬起后 对着剑刺郎释放了他所谓的北斗神拳 并表示 剑刺郎只剩下了10秒钟的时间 当他10秒倒数结束后 自己却全身暴力而亡 剑刺郎说道 北斗神拳是2000年的意志传承 不是一个外行偷血就能使用得了的 剑刺郎发现 还有一个混混躲在旁边暗中观察 从混混口中逼问出甲鸡的下落后 剑刺郎将其放入了坑中 然后让刚才被混混们欺负的村民们任意处置 之后转身去往了甲鸡所在的城镇方向 此时的甲鸡正在城镇中心无情虐杀居民们 凡是那些与剑刺郎长得稍微有点像的人 都是他的目标 此时一位体弱多兵的男孩 不小心撞到了甲鸡的手下 甲鸡的手下声称自己被撞藤后 要杀掉男孩 男孩的弟弟挺身而出 不断祈求会放了自己的哥哥 甲鸡见不得身为弟弟的男孩 竟然比身为哥哥的男孩强 他从男孩弟弟坚定的眼神中 仿佛看到了剑刺郎的影子 甲鸡点了男孩哥哥的穴道 准备引剑刺郎上钩 他让男孩弟弟脚上绑着铁箱子 走向剑刺郎来的方向 很快剑刺郎就在途中 遇到了撇贝不堪的男孩弟弟 剑刺郎扯断了铁链 很是愤怒甲鸡的残忍做法 他带着男孩弟弟 在城镇中找到了男孩哥哥 并且发现男孩哥哥 正是用鲁键瞄准剑刺郎 剑刺郎看出了男孩哥哥 是被甲鸡点了穴道才这样的 如果男孩哥哥不命中自己 就会当场死亡 于是剑刺郎让男孩哥哥 射出了鲁箭并用身体接下 然后迅速为男孩哥哥 解开了穴道 脱离了甲鸡的支配 男孩哥哥对自己 射伤了剑刺郎十分愧疚 剑刺郎告诉男孩兄弟二人 自己没事 并承诺 他会将兄弟二人所受的痛苦 一并还给甲鸡 暗中官场的甲鸡手下见状 发射了信号弹通知同伙 紧急着甲鸡的手下 一波接一波的去引战剑刺郎 剑刺郎面对这些小喽喽 如同过家家 一路披荆斩棘之后 终于见到了甲鸡本人 甲鸡挑选了一栋大楼顶部 作为二人决战的地方 二人回忆起了 当初师傅挑选继承人的事情 甲鸡得知剑刺郎成为 北斗神权继承人后满失不爽 他找到大哥和二哥 质问他们为何不反对师傅的决定 没想到大哥和二哥却一言不发 甲鸡非常愤怒 于是他找到剑刺郎 逼他辞去传承者的位置 因为甲鸡认为 身为哥哥的自己 更有资格成为继承人 剑刺郎却反问甲鸡 为何要使用枪械逼迫自己 想要成为继承人的话 就应该运用拳法打败自己 甲鸡露斥道 不管使用何种手段 只要能赢就是强者 剑刺郎听闻后 一把抓住了甲鸡的面门 将其扔在地上 甲鸡立马起身 想要从背后突袭剑刺郎 可是膝盖却出现了异常 直接跪倒在地 剑刺郎对着甲鸡的面门 挥出数拳 达到他不能自理 甲鸡的头部不断膨胀 近乎炸裂 痛苦不堪 甲鸡离开时 声称自己一定会杀掉剑刺郎的 从那以后 甲鸡的面貌变得极其丑陋 只能戴着头套 伤口每次发痛 都会让他对剑刺郎的憎恨 变得更强烈 所以他才以剑刺郎的名义 到处作恶 以解心头之痕 甲鸡表示 上次是因为自己摔跤 剑刺郎才侥幸取胜 这次他要让剑刺郎 变成自己这样的嘴脸 剑刺郎告诉甲鸡 那次并不是什么意外情况 而是自己在甲鸡不经意间 命中了他的穴道 而且自己很后悔 当初手下留情没有除掉甲鸡 于是双方摆好了架势 准备进行一场生死之斗 甲鸡率先使出一套 北斗罗汉机出击 剑刺郎不断闪躲之时 甲鸡又想暗算剑刺郎 却被识破 剑刺郎反手急速出拳 不断攻击 直接打飞了甲鸡 甲鸡见自己敌不过剑刺郎 想要用枪械出击 可是剑刺郎已经点了穴道 让他枪口对向了自身 甲鸡只好对着手臂点穴 强行扔掉了枪 他伸直眼前的剑刺郎 比起当初又强悍了数个档次 于是甲鸡打破了楼顶 储存燃料的罐子 意图烧死剑刺郎 并声称自己特意选这里 就是因为有这张王牌 甲鸡还告诉剑刺郎 缩使西恩出卖灵回给恶魔的也是他 甲鸡因为嫉妒和憎恨剑刺郎成为了继承人 并且得知西恩对尤利亚还念念不忘 于是不断缩使西恩 让西恩原本动摇的心变得坚定 所以后来才发生了西恩强行夺走尤利亚的事 想着因甲鸡才死去的西恩和尤利亚 剑刺郎愤怒至极 他一拳砸向地面 导致楼顶坍塌 二人掉落下层 火焰的威胁解除后 二人再次开战 没想到甲鸡竟然使出了蓝斗圣权的招式 甲鸡表示 剑刺郎能够看破北斗神拳 却看不破蓝斗圣权 然而当甲鸡再次发动攻击时 却被剑刺郎轻松挡下 剑刺郎表示 这种慢半拍的半吊子蓝斗圣权毫无意义 比起西恩的蓝斗圣权 甲鸡连给西恩提鞋都不配 而且刚才这一集就是为了西恩 第二集是为了死去的尤利亚 甲鸡想要拿起身边的铁棒反击 却疼痛男人 原来剑刺郎第二集释放了 北斗圣权奥义水影星 现在甲鸡全身被痛卷神经围绕 只要轻轻触碰 甲鸡就会感到无比疼痛 剑刺郎拿出先前被各个男孩 射伤的鲁剑刺向甲鸡 这一集是为了城镇中 被甲鸡折磨的那对男孩兄弟 第四集则是因为剑刺郎自己的愤怒 甲鸡固定头部的架子被击碎 甲鸡头部爆裂 得知两个哥哥还活着 剑刺郎打算找到他们 于是他写信给崔龙的巴托和林等人 告知了情况 并拜托雷伊继续保护他们的安全 剑刺郎在寻找各个途中 经过了一个村子 村中一个穿着黑色背心的壮汉 正在叫嚣找人对打 壮汉将一个个村民们打倒在地 并声称自己要死了 他想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享受战斗 从交换站老爷子那里得知 此人来自奇迹村庄 据说那个村庄即将灭亡之时 降临了一位救世主 他只要触摸村庄的病人后 村民们的病就能被治好 所以人们将此人救助的村庄称为奇迹村庄 剑刺郎听闻后 立马猜出了此人救世二哥托奇 于是他走向壮汉 并单手将其举起扔了出去 壮汉见剑刺郎的手法 与救世主的相同很惊讶 村庄的村民们几乎都受到了病痛折磨 近乎毁灭 有一天托奇出现在村庄 只需要按下身体的某些部位 村民们的病痛就渐渐痊愈 村子再度复苏 所以村民们称他为救世主 也遭就了奇迹村庄的传说 可是后来在一夜之间 托奇却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温柔的救世主 瞬间变成了残酷的杀人魔 他运用村民们做实验 导致村民们不断惨死 存活下来的人 变得比普通人强大树北 但失去了善心 眼前这个壮汉就是如此 并且被告知只剩三天生命 而且今天就是壮汉的最后一天 他让尖刺狼救救自己 花音刚落 壮汉的头部爆裂 死在了尖刺狼的面前 尖刺狼无法相信自己的二哥 会干出那样的事情 因为托奇是个内心正直善良 且极其温柔之人 他一直将北斗神拳用在医术上 有悬壶济世之心 尖刺狼也深信 二哥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愿望 支持着他 于是尖刺狼起身 前往奇迹村庄一探究竟 他在路上遇到了被托奇 运用北斗神拳做实验的人 其中一个的身体 可以媲美蛇的柔刃 另一个的攻击 可以媲美螳螂的敏捷 还有一个体力强壮 宛如狗熊一般 这三人的力量 完全超越了常人 十分凶残 不过剑祠狼冷静对战 先后击败了蛇人和螳螂人 最后运用五指猎弹 将熊人的双手废掉 紧急着一记北斗双鸣掌 珍重熊人胸口 熊人的胸骨碎裂之后 上身暴力而亡 解决掉三人之后 剑祠狼继续朝着骑骑村庄进发 林这边由于放心不下剑祠狼 偷偷去寻找剑祠狼 小白咬断了绳子后 朝着林的方向追去 不久后 爱发现林不见了踪影 通知了大伙 雷一和玛米亚乘坐巴托的改装车 前去寻找林 林这边因为无法抵抗 沙漠中的强力风沙 晕倒在底 幸好小白赶到 一直守在林的身旁 第二天 一家三口路过这片荒漠时 小白不断呼救 一个名为幽的小男孩 发现了林 并将其救下 小男孩一家所在的村子 是个流动村庄 他们一直在各地游走 寻找水和食物来生存 林跟着他们一起有个照应 顺便打听剑祠狼的消息 奇迹村庄中 托奇的手下抓住了一名重量级拳网 托奇一直在寻找强者的 成为自己的实验素材 然而这个重量级拳网 却是故意让他们抓住的 目的就是为了 替人们除掉托奇这个祸害 重量级拳网 以时速200公里的拳头 攻向托奇 没想到托奇轻松避开后 反手点了他额头的穴道 重量级拳网顿时无法动弹 托奇表示 他是上等实验人偶 随即托奇在重量级拳网身上 找到一处穴道点了下去 重量级拳网因为实验失败后 手臂爆裂最后死去 托奇得知剑祠狼 正在四处寻找自己后 直接命令手下 派人前去除掉剑祠狼 最先遇到剑祠狼的 是一个名为哈布的家伙 此人拥有敏捷的身手 宛如猴子般在剑祠狼四周跳动 不过这些花里胡哨的攻击 被剑祠狼一招命入面门 哈布还想出击的时候 全身已经无法动弹 因为剑祠狼刚才那一击 点了哈布的穴道 导致他肌肉变得僵硬 无法离开棒子 剑祠狼折磨哈布一通后 让其为自己带路去找托奇 刚出酒馆门 又遇到了托奇的手下 哥姆的狩猎队 哥姆声称 托奇做实验的人偶 都是他们队搜集的 看着这群是人命如草剑的家伙 剑祠狼勃然大怒 一击翻车爆裂拳出击 解决掉了狩猎队的大部分成员 哥姆见状急速出击 运用长枪划伤了剑祠狼腹部 然后与谨慎的三名手下 一起围攻剑祠狼 剑祠狼约到空中避开攻击 并反手命中四人 哥姆的三名手下被点了穴道 眼里将哥姆视为击杀目标 解决掉狩猎队后 剑祠狼让哈布继续带路 临这边 发现幽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异常难受 流动村庄的医生 对幽进行了救治 却没有任何起色 突然有一人建议 去附近的奇迹村庄 寻求帮助 因为他们不知道托奇已经变坏 还以为他是救世主 幽的父母听闻后 毅然决然带着幽去寻求托奇 林知道剑祠狼也是要寻求托奇 便和他们同行 不久后 四人一狗就来到了奇迹村庄的所在地 林让小白在门外等候 他们带着幽找到了托奇 托奇表示 救人可以 但是需要幽的父母付出代价 为了救治儿子 为人父母的愿意付出一切 托奇听闻后 答应救治幽 但林觉得托奇很诡异 十分担心 托奇点下幽的穴道密孔后 幽难受自己昏了过去 幽的父母非常担心 但托奇声称 幽三小时后就会痊愈 因为托奇已经将二人当成了实验人偶 托奇按下幽父亲胸口的穴道密孔后 见其没死很兴奋 紧接着又对着幽父亲脖子的穴道密孔按去 突然托奇察觉到门口的屏风后面有动静 原来剑祠狼已经在哈布的指引下到达了这里 剑祠狼发现了幽身体的异常 直接解开了穴道 并表示 如果幽醒来叫出声的话 就会当场避命 剑祠狼质问托奇 为何现在会变得如此卑劣惨暴 剑祠狼所认识的托奇是个温柔善良的好哥哥 托奇告诉剑祠狼 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如今的世道 医学远远没有暴力有用 剑祠狼深知 眼前的托奇已经不是以前的托奇了 于是立马对着托奇发动攻击 准备为民除害 然而托奇却轻松挡下了剑祠狼的所有攻击 托奇表示 剑祠狼的拳法都是自己这个师兄教的 比起假惊那种半吊子可是有天壤之别 紧急着二人再度出招 都扼住了对方的要害 剑祠狼见托奇有这般身手 更加确定他就是本人 随即便再次质问托奇 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 托奇终于说出了事情原委 当托奇来到这个村子时 村民们都被疾病折磨 于是他运用北斗神犬救治村民 让村子恢复了生气 可是后来有一天 托奇在村外出诊归来时 却发现其具村庄被一群强盗掠夺 村民们被无情杀害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崇敬的村子 被毁成这般模样 托奇第一次在愤怒中鄙视了自我 他运用北斗神犬将这些强盗们全部杀死 等到托奇恢复意识后 内心有种难以形容的悲哀 留下血泪的托奇 从那时开始改变了想法 他觉得北斗神犬本就是杀人犬法 就应该用来杀人 所以继承人的目标 就是要找出所有穴道密孔 就在此时 优的父亲拿着匕首准备杀掉托奇 可是托奇轻松避开攻击 并反手点了优父亲的穴道 托奇声称 这个穴道是他最新发现的 名为肌症孔穴 肌症孔穴能使心脏亢奋 最后导致心血管破裂 花音刚落 优的父亲就因为心血管破裂而亡 剑磁狼被眼前的荧幕记录当场暴役 随即运用急速的TG出击 托奇只能不断闪躲 然而剑磁狼的攻击 仅仅只是打碎了托奇的上移 当剑磁狼看到托奇身后的大片伤疤时 无法再出舍 多年前 剑磁狼刚刚到师父门下修行拳法之时 身为二哥的托奇 负责带着剑磁狼进行基础修行 有一次剑磁狼在水流下方修行时 从水流上方掉下了一截硕大的木头直冲剑磁狼 托奇为了救剑磁狼 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木头 当时托奇身受重伤 才留下了这块疤痕 托奇表示 自己是剑磁狼的救命恩人 剑磁狼肯定是无法对救命恩人下手的 话音刚落 剑磁狼一只手刀划破了托奇的脸 剑磁狼声称 自己能听到被托奇杀害的人的悲鸣 所以已经对眼前这个托奇彻底死了心 不再犹豫的剑磁狼再度出手攻向托奇 托奇这次再也无法看清楚 剑磁狼的攻击被强力压制 托奇深知自己已经不是剑磁狼的对手 立马将优灯补青作为挡箭牌冲向剑磁狼 剑磁狼为了不伤及优灯补青 被托奇点中了两类穴道 这个穴道名为赞瘫穴 能让对手无法动弹 与此同时 巴托和雷一等人来到了奇迹村庄 小白看到众人后 立马奔向了众人 三人一狗刚想进入大本营时 被托奇的禁卫队阻拦 当禁卫队队长看到雷一时 万分惊讶 雷一一眼就认出了此人 并交出了他的名字 维巴达 于是雷一立马明白了 这个托奇是个假的 维巴达怕托奇的身份被揭穿 让禁卫队直接出击 雷一和马米亚冷静对战 很轻松就击败了精卫军 最后让梅巴达引路 江中人带入了托奇的大本营 刚好看到被点赞瘫穴的剑次郎 成为了托奇的素材 原来阿米巴故意伪装成了托奇的样貌 冒充托奇 为了骗过剑次郎 他甚至在背上制造了伤疤 阿米巴见自己的阴谋败露 也就不再隐瞒 不过现在的剑次郎 已经被阿米巴点穴无法反抗 阿米巴声称 要杀掉剑次郎后 以托奇的身份称为继承人 雷一询问阿米巴 将真正的托奇怎么样了 阿米巴告诉众人 奇迹村庄发生悲剧是真的 真正的托奇因为放弃了希望 才让自己有可乘之机 并声称 托奇和剑次郎一样是个天真的家伙 雷一询问阿米巴 为何这次会对北斗神拳下手 阿米巴说 自己是个天才 任何拳法都能快速学会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认同自己的天赋 也没有人肯将精湛的功夫传授给自己 就连被这个村子称为救世主的托奇也是如此 所以阿米巴才运用人体实验来探求北斗神拳的绝招 并厚眼无耻地说 身为天才的自己 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 剑次郎听闻之后 冲破了阿米巴点的穴道 站了起来 剑次郎表示 若是真正的托奇点穴 自己绝对无法冲破 阿米巴得之后恼羞成怒 直接登墙约到空中 然后对着剑次郎释放鹰爪三角角出击 剑次郎急速避开 反手直接阿米巴面门将其打回原形 阿米巴立马命令手下一起出击 除掉剑次郎 然而这些手下都是仰不托奇才跟着阿米巴的 现在阿米巴的身份也被拆穿 他们直接反水不干了 在剑次郎的逼问下 阿米巴说出了假扮托奇的理由 不久前 阿米巴来到了奇迹村庄 他觉得自己也能做到像托奇那样 靠点穴治好病人 于是他找到一名前来找托奇看病的老人为其医治 可阿米巴只知道学葫芦画瓢 胡乱医治 让老人痛苦不堪 托奇看到后 一把推开了阿米巴 不小心删了他一巴掌 然后托奇立马对老人的腿进行了紧急救治 阿米巴因为被打耳光恼羞成怒 想要杀掉托奇 然而却被托奇一根指头就震慑到 不敢再出手 阿米巴觉得 托奇完全看不起自己这个天才 所以决定毁了托奇救世主的名号 让他成为杀人魔 如今阿米巴已经得逞 并且研究出了不少新的穴道秘孔 说着 阿米巴就对着自身的穴道秘孔点了下去 阿米巴全身的肌肉顿时膨胀 变成了肌肉猛难 他将这种新开发的拳法 称为阿米巴派北斗神拳 剑次郎问阿米巴 就他那双手能够进行点血吗 阿米巴才发现 自己的双手在不断膨胀 最后扎裂粉碎 剑次郎告诉阿米巴 北斗神拳传承了2000年 不是像阿米巴这种人可以探究的拳法 随即释放北斗神拳奥义 惨悔肌部拳出击 雨点般的拳头不断砸向阿米巴的拳身 让其不能自理 并且还点了阿米巴双腿的膝腺血 导致阿米巴的双脚会无意识地往后退 而阿米巴身后等待着他的 则是数百米高的楼层边缘 阿米巴因为失去手掌 无法解开穴道 慌乱不已 他声称自己死后 剑次郎就再也见不到托奇了 然而剑次郎却说 托奇是不会就这么轻易死去的 说完之后 阿米巴就从高楼上面跌落了下去 口中还在不断呼唤拳王大人 最后爆裂身亡 不久后 众人回到了玛米亚的村子与爱会合 雷一询问剑次郎 托奇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剑次郎表示 托奇原本是北斗神拳继承人的最佳人选 无论是技巧的华丽感 流畅性还是敏捷性 他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 新神技巧合一的境界 可是后来全球核弹爆发 地球近乎毁灭 剑次郎和尤利亚 还有托奇三人所在之地附近有核爆炸 三人在赶往避难所时 发现避难所的大门出现了故障 大门从内部无法关闭 只能在外面进行关闭 托奇为了救大伙 自己毅然决然决定成为牺牲者 他将剑次郎和尤利亚推进避难所后 从外面关上了门 托奇的身体 因此受到了核死灰和核辐射的侵蚀 导致托奇身体被严重损伤 无法再成为北斗神拳继承人 他打算运用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去救治病人 并声称 他死前能救治的人将会成为他活过的证据 众人听闻了托奇的事迹后 都深感震撼和敬佩 于是决定帮助剑次郎找到二哥托奇 他们分头寻找托奇的下落 最后在一处会合 麻米亚经过跋山舍水后 听闻有个詹捕老人之情 于是麻米亚找到了詹捕老人 打听托奇的行踪 詹捕老人却执意要为麻米亚 补一下他的命运 因为詹捕老人已经补出 今天就是自己的死期 詹捕老人告诉麻米亚 这次补挂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挂 他补出 等在麻米亚前方的也是死路一条 但是听从命运的安排是一种命运 反抗命运的安排也是一种命运 詹捕老人让麻米亚 一定要自己开脱自己的命运 随后告诉了麻米亚 托奇被关在卡山德拉镇 此时一群壮汉追着麻米亚 已经到达了詹捕老人家门外 老人为麻米亚打开了一条秘密通道 让其救出托奇 因为这个詹捕是老人 也是奇迹村庄的幸存者 为了拯救救命恩人托奇 他决定帮麻米亚拖出追兵 麻米亚在詹捕老人的掩护下 成功甩克了壮汉们 但他到达与剑刺狼和雷伊 约定碰面的地点时被抓 他们接受到的命令 是杀掉所有打听托奇的人 就在壮汉们要杀掉麻米亚时 剑刺狼和雷伊到达了碰面点 二人各显神通 轻松击杀了半数小卢裸 其余的小卢裸们见状 吓得直接逃跑 剑刺狼点了领队头部的一处穴道 剑刺狼松手后 领队直接倒地昏睡了过去 麻米亚得救 没想到剑刺狼却让麻米亚回村子去 因为接下来就是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了 麻米亚还想上前 却被雷伊拦了下来 雷伊告诉麻米亚 只要剑刺狼心里还有尤利亚存在 那么就没人可以进入剑刺狼的心中 麻米亚回答道 自己对这一切都很明白 即便如此 麻米亚还是想要去剑刺狼分担宿命和痛苦 麻米亚说完后 还是跟上了剑刺狼的步伐 看着麻米亚如此深情 雷伊敲上了高处的钟 在钟声的回荡里 默默地看着远去的二人 不久后 领队醒来 立马骑着摩托车赶回了卡珊德拉 然而当他推开卡珊德拉监狱大门时 惊恐万分 因为先前逃回来的部下们全部都被杀掉了 典狼长周围领队 为何要当逃兵回到这里 领队深感不妙想要逃走 却被典狼长的鞭子束缚 随后就被典狼长的鞭子 大谢八块当场逼命 这个典狼长究竟是何许人也 卡珊德拉监狱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塞峰 我们下期见 上期说到 尖刺狼等人得知脱起在卡珊德拉镇 此证是因为卡珊德拉这座监狱被世人所知 卡珊德拉监狱是拳王为了狩猎各派拳法所建的地方 拳王正在世界各地搜索存活在世上的拳法家和武道家 目的就是为了夺取他们的拳法奥义壮大自己 这些被夺取了拳法奥义的拳法家门就被关在卡珊德拉 传说一旦被关进了卡珊德拉监狱就再也无法出来 因此卡珊德拉监狱被人们称为死亡监狱 而且监狱中还充斥着拳法家门的苦痛和死亡呐喊 这些声音听上去宛如厉鬼哭泣一般 所以又被人们称为鬼哭之阵 首位卡珊德拉监狱的典狱长名为威格尔 此时的威格尔已经知道 尖刺狼等人挣钱了救托起 于是派出了卡珊德拉袭击队前去阻拦 不过在剑刺狼和雷伊的强力反击下将其全灭 威格尔得知情况后 直接叫来了一位被关的女武道家 经过调查威格尔知道 剑刺狼的弱点是无法对女人下手 所以他才派出蓝山红泉继承人贝拉出战 贝拉因为母亲在威格尔手中 不得不去阻止剑刺狼 贝拉的父母没有儿子 贝拉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贝拉父亲应聘去世前 让贝拉继承了蓝山红泉 父亲不想让蓝山红泉后继无人 才出此下策的 从那天起 贝拉不得不舍弃女人的身份 完成父亲的遗愿 后来全王为了夺起蓝山红泉奥义 将母女二人抓到了这里 为了让母亲重获自由 贝拉决定杀掉剑刺狼 很快贝拉就在里卡珊德拉不远处 找到了剑刺狼等人 此时的剑刺狼正在救助一对口渴的爷孙 剑刺狼从贝拉的眼神中看到了悲伤 知道她身不由己 贝拉硬着头皮朝着剑刺狼不断进攻 剑刺狼根本没有打算还手 一直在避让贝拉的攻击 贝拉运用强卫花弓向小女孩 想要逼迫剑刺狼出手 可剑刺狼用身体替小女孩挡下了攻击 贝拉被剑刺狼的温柔和善良震惊 无法再对她出手 剑刺狼告别贝拉后 和雷伊还有马米亚离开了这里 剑刺狼三人刚离开不久 贝拉的母亲就被杀害 因为贝拉没有杀掉剑刺狼 成为了卡山德拉的叛徒 威格尔的手下塔格尔 准备将叛徒贝拉处死 被剑刺狼救的老人见状不妙 让孙女婿叫回剑刺狼 塔格尔和贝拉二人摆好了架势 立马开战 最后贝拉不敌塔格尔被击败 这一幕刚好被赶回来的剑刺狼看到 费怒的剑刺狼直接报仪 声称绝不原谅塔格尔 雷伊和马米亚以塔格尔的手下之间开战 剑刺狼则是对付塔格尔的黑掌十字拳 为贝拉报仇之后 剑刺狼等人继续前往卡山德拉 此时卡山德拉监狱大门外 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出现 他们前来是为了救出 他们被抓进监狱的同伴 挡在监狱大门前的 是卡山德拉最强战士雷雅和风雅 雷雅和风雅兄弟二人 使用的是二神风雷拳 这是一种需要有相同思想 同样的肌肉相同敏感度 以及心灵相通的两人 一心同体才能练成的拳法 会在一瞬间就被杀死 卡山德拉监狱之所以 从来没被人从外面攻破过 就是因为有雷雅和风雅 这对最强战士手们 不过这也并不是雷雅和风雅的本意 因为他们二人的兄弟密子 在点狱掌手中 如果雷雅和风雅不服从威格尔 密子就会被折磨 在威格尔的威逼和胁迫下 二人不得不服从命令 不久后 剑刺狼等人终于来到了卡山德拉监狱 他们想要救出托弃 第一步就打过雷雅和风雅这一关 雷一自告奋勇 率先出战对抗雷雅和风雅两兄弟 他注意到了兄弟二人之间 宛如细丝一般的攻击 于是立马避开 却还是被二人的攻击划上了脸甲 当雷一想要再次出手时 剑刺狼阻止了他 剑刺狼只被亲自打败雷雅和风雅二人 雷雅和风雅见状 自信地释放二神风雷拳攻向剑刺狼 剑刺狼对这二人之间宛如细丝般的攻击 疯狂出拳 最后轻松破解了二神风雷拳 还将兄弟二人的脸甲划伤 这次剑刺狼对雷雅和风雅兄弟二人手下留情了 因为在双方交手过程中 他感受到了这对兄弟的痛苦 雷雅和风雅也对剑刺狼能够看破自己的心思深感佩服 兄弟二人觉得 剑刺狼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 于是果断反水 决定将他们的希望堵在剑刺狼身上 威格尔得知情况后 以密兹的生命要挟雷雷雅和风雅 为了恢复卡珊德拉往日的面貌 兄弟二人只能舍弃弟弟 密兹声明大意 非常赞同哥哥们的决议 英勇就义 解决掉前来碍事的小卢罗们后 雷雅和风雅打开大门 剑刺狼等人来到监狱中央 见到了典狱长威格尔 监狱中布满了被威格尔虐待之死的拳法家的墓碑 威格尔已经提前为剑刺狼掘墓非常暖心 剑刺狼表示 坑花小了 无法放进威格尔的尸体 所以自己接下来会很贴心地将威格尔做得贬一点 威格尔听闻后火爆三丈 拿出双边直冲剑刺狼而去 威格尔使用的鞭法名为泰山流双条鞭 以急速的挥鞭 导致对手无法看清鞭子的动向 剑刺狼的衣服被无形之鞭打破树处 却窥然不动 就在威格尔想要释放致命一击时 剑刺狼急速反击 直接将鞭子反弹到了威格尔的脸上 惊呆众人 就在那么弹指一瞬间 威格尔的双边被击了一个蝴蝶结 威格尔恼羞成怒 直接将头盔两侧的脚拔了出来 原来这两个脚中隐藏着数十条鞭子 威格尔释放泰山流先条鞭 直接剑刺狼而去 剑刺狼没能避开攻击 顿时被鞭子束缚 威格尔将鞭子的把手踩进地里进行固定 这样一来 剑刺狼就无法移动和闪避威格尔的攻击了 威格尔释放绝招 蒙古霸吉道猛冲剑刺狼而去 剑刺狼被撞得当场吐血 鞭子也断裂 剑刺狼被撞飞 然而剑刺狼并未被重创 休息片刻之后便站起了身 这让威格尔深感震惊 自己的绝招竟然没有效果 于是他启动机关 用布满剑刺的钢板将剑刺狼包围 这样的话 即便剑刺狼被撞飞 也会被钢刺刺穿身体 威格尔再次释放更有力的蒙古霸吉道冲向剑刺狼 没想到500公斤中的威格尔 竟然被剑刺狼接了下来 剑刺狼一招北斗刚裂板 直接刺破了威格尔的手臂 威格尔因为手臂肌肉断裂 无法再使用绝招 剑刺狼直接抱一 反手疯狂出拳砸向威格尔全身 一击北斗百裂拳 直接将威格尔打飞到了坑中 剑刺狼表示 目前看来这个坑确实花小了 但过一会儿就会变得刚刚好 话音刚落 北斗百裂拳生效 威格尔的身体不断被挤压 剑刺狼一拳打碎了墓碑 声称恶党是不需要墓碑的 威格尔的手下还想出击 却被剑刺狼的眼神吓退 就此永不陷落的卡扇德拉监狱 终于陷落了 卡扇德拉充斥的鬼哭声 也消失在了众人耳边 被关在卡扇德拉的武道家 和拳法家们终于自由 然而就在此时 卡扇德拉监狱塔顶出现了一群人 这群人是拳王的侵卫队 众人眼中恐惧不已 那些原本被解救的拳法家们 再次捡起撂克将自身锁住 只要拳王的魔爪升到了这里 他们就没有了希望 那些士兵们 再次颤颤巍巍的捡起武器 准备对抗剑刺狼 拳王的轻卫队听闻后 立马出击攻向众人 剑刺狼等人和雷牙风牙强力反抗出击 看着他们的阴姿 拳法家们身受鼓舞 一同出战反抗 很快拳王的轻卫队就被击溃 只剩下两位队长 二人见状不妙 直接执行了拳王颁布的特殊命令 这个命令是 若无法打败剑刺狼 就立刻杀掉拖起 拳王嘱咐过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剑刺狼与拖起见面 雷牙和风牙二人猜出了他们的意图 立马抄近道去救拖起 可是半路上却遇到了他们的恩师锁靖 此时的锁靖已经屈服 选择了效忠拳王 二人被锁靖束缚后 锁靖直接前去除掉剑刺狼去了 轻卫队的两名队长 趁机不断蹂躏雷牙和风牙 兄弟二人靠蛮力挣脱束缚 并击败了这两名队长 剑刺狼等人这边 遇到了锁靖的偷袭攻击 不过剑刺狼等人轻松击败了锁靖的手下 逼出了锁靖 锁靖表示 他一定会杀了剑刺狼等人 替手下报仇 此时雷牙和风牙兄弟二人 赶到了剑刺狼等人这边 二人劝阻师父无效之后 试图之间展开了对决 风牙和雷牙释放二神风雷拳 攻向锁靖 锁靖使出一招 风雷十击拳将二人击飞 风雷十击拳 是二神风雷拳的起源拳法 此拳是在半空定出焦点 瞬间切裂对手的恐怖暗杀拳法 雷牙和风牙兄弟二人 调整好呼吸和步调再次出击 不过雷牙和风牙 雷牙二人的身体损伤也不小 暂时无法动弹 他们声称 托奇被关在塔顶最顶层的牢房中 并让剑刺狼等人 无论如何都要救出托奇 剑刺狼根据雷牙和风牙的情报 成功找到了托奇 监管托奇的士兵健壮 想要直接杀掉托奇 防止二人碰面 剑刺狼却一点都不慌 声称能杀掉托奇的话可以试试 就在士兵拿刀砍向托奇时 托奇的全身散发亮光 士兵顿时被托奇身上 散发出来的斗奇震慑 动弹不得 束缚托奇双手的手铐 也被震碎掉落地面 托奇释放北斗友情破岩拳 反手攻向了士兵 这招可以让对手无痛苦 且充满快感的死去 托奇起身告诉剑刺狼 自己已经等剑刺狼很久了 原来托奇的身体 已经无法再进行旅行了 所以才故意被抓到这里 等待剑刺狼的出现 他也一直相信 剑刺狼一定会来救自己 剑刺狼扛起托奇 准备离开卡扇德拉 不过此时 卡扇德拉监狱开始发生崩塌 而且拳王派出了剑刺狼 来阻止剑刺狼等人离开 雷一和马米亚出击 与剑刺狼成员们展开战斗 在二人的反击中 悉数击溃了剑刺狼 雷亚和风雅这边 在塔门处遇到了剑刺狼队长 伯鲁格 伯鲁格触发机关 准备用巨石封掉塔体的唯一出口 雷亚和风雅为了让剑刺狼等人 能够逃出塔体 兄弟二人运用身体挡住了巨石坠落 伯鲁格趁机对雷亚和风雅二人 不断发动猛攻 不久后 剑刺狼等人从塔中出来 见到了二人 卡扇德拉监狱也倒塌碎裂在了众人面前 这些废墟石头上的血迹 都是拳王杀害的武道家留下的 每个痕迹 都是一个或者数个悲剧的印记 这个自称是世纪末霸主的拳王 这是剑刺狼的大哥拉欧 拉欧是个极其有野心的人 他从来没把北斗神拳 2000年来身为暗杀者而活放在眼里 在决定北斗神拳继承人时 师父龙泉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是拉欧准备将北斗神拳用在什么地方 拉欧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当然是为了自己 并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与苍天决斗 他要将世上的所有一切 都用自己的双手掌握 如果上天不同意 那就神党世神 佛党杀佛 而如今世界的走向 渐渐按照拉欧所期盼的那样再走 他们声称要杀掉剑次郎等人 以及现场的武道家 剑次郎为了替雷亚和风亚报仇 与角色队开战 武道家们见状 响应剑次郎的号召开始反击 剑次郎找到了杀害雷亚风亚的罪魁祸首 伯路格 伯路格挥动武士刀砍向剑次郎 却被剑次郎用手臂挡住 剑次郎立马使用另一只手 急速挥拳疯疯狂触击 伯路格硕大的身躯 被剑次郎的全径直接震飞 伯路格全身的穴道被点之后 无法再动弹 一个雷亚和风亚生前的好友 直接一箭刺死了伯路格 想着替雷亚和风亚报了仇 这位好友满眼泪水 就此 传说中的卡扇德拉恐怖神话 拉下了帷幕 离开卡扇德拉的剑次郎等人 准备赶回村子 可托其的身体无法长途跋涉 阿米亚照顾着他 剑次郎和雷亦 则是去附近的村子 寻找托其的代步工具 雷亦再次提到了拉欧 让剑次郎想起了往事 在决定北斗神拳继承人时 龙泉让二人面对野生老虎 二人需要在老虎面前释放杀气 震慑老虎 剑次郎释放的杀气 让老虎渐渐恢复平静 老虎走到拉欧面前后 变得极其狂暴 向他扑了过去 拉欧释放出凌厉的杀气 直接威慑老虎 让其无法动弹 紧接着一拳就将老虎的头都给打掉了 拉欧表示 老虎都不屑将剑次郎当作敌人看待 这便是剑次郎不比自己更适合继承人的原因 可师父龙泉深知 真正可怕的人其实是剑次郎 因为在剑次郎面前 老虎连死的觉悟都有了 但在拉欧面前 老虎只是对死感到恐惧而已 所以拉欧的犬 并不能说是暗杀犬 只能说是极其刚猛的豪犬 剑次郎回过神来后 和雷亦继续前往附近村子 没想到这个村子 到处都是尸体 惨不忍睹 二人发现了尸体堆中还有一名幸存者 从这个村民口中得知 是拳王的部队袭击了村子 而他们现在正在往马米亚的村子进发 想着艾赫林以及巴托还在村子 雷一立马赶了回去 剑次郎则是带着这个村民 准备将其妥善安置 托奇这边 望着北斗七星边上的小猩猩思绪万千 因为这颗小猩猩名为死罩猩 据说看到这颗死罩猩的人 将在一年之内死去 托奇深知自己已经命不久已 此时马米亚捡了柴火龟来 托奇感叹道 马米亚长得实在太像尤利亚了 马米亚也很好奇 并让托奇给自己讲讲尤利亚的事情 托奇表示 尤利亚是自己这一生唯一爱的女人 不仅仅是托奇 就连拳王拉欧也深爱着尤利亚 尤利亚有一颗包容万物的心 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她 不过尤利亚喜欢的人 自始至终都只有见词了 马米亚非常羡慕尤利亚能够得到大家的爱 并声称自己一点也比不上尤利亚 但他愿意当北斗七星旁边那颗腐星默默守护 托奇非常诧异 马米亚竟然也能看到死罩星 但他没有说破 看到死罩星的马米亚将会大祸临头 马米亚在落脚点周围巡逻时 遇到了拳王的侦察队 马米亚运用溜溜球反击 成功击败了侦察队小喽啰 可是却被侦察队队长喜卡抓住 无路可逃 关键时刻剑刺狼归来 轻松击败了喜卡 救下了马米亚 剑刺狼将拳王进军村子的事告知后 三人慢慢回村 村子这边 拳王的部队已经抵达并入侵 巴托想要报信 却被鲁剑舍中倒地 不过巴托没有放弃 再次爬起 走向村外去通知剑刺狼 村民们顿时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雷一还未赶到村子 并且遭受埋伏 不过在雷一的蓝斗水鸟拳面前 这些小兵不堪一击 雷一望向天空的时候 也看到了死罩星在不停闪烁 林和艾二人躲藏在村庄的一个隐秘的小巷子中 艾因为先前的奴隶遭遇非常害怕 失去了勇气 她觉得自己又将回到那种可怕的地狱般生活中 林让艾不要放弃希望 声称剑刺狼和雷一一定会回来的 此时二人被拳王的手下发现 林立马将艾藏了起来 然后自己拿着铁棒冲向士兵 誓死也要保护艾 但林终究只是个孩子 无法战胜士兵被抓走了 村子中心处 拳王的部队将村民们全部聚集了起来 便让他们臣服于拳王的统治 强行为村民落上拳王标记 不服从者 就会被带到旁边烧汤的铁板上活活烤死 村民们无法反抗 只能在身体上落上标记 被抓的林也被带到了此处 要强行为林落上标记 但林却主动选择了去往铁板 誓死也不想效忠拳王 林是绝对不会向这些失强凌弱的恶魔屈服的 因为剑刺狼说过 一旦屈服有恶魔就不再是人了 就在士兵险恶将林扔上铁板时 雷一归来 他使用蓝斗水鸟拳 直接将士兵切碎 惊呆众人 看着声名大义的林竟然被伤成这般不样 雷一路不可遏 他全身释放杀气 立马与拳王的大部队开战 雷一使用出无比华丽的攻击 在士兵中来回穿梭 数十个回合下来 士兵们的身体就被割裂 惨不忍睹 雷一来的队长面前 愤怒地望着队长 可队长丝毫不慌 并声称自己已经知道雷一的弱点就是妹妹 于是派出圣语的手下 全力搜寻爱的下落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爱竟然手持鲁剑主动出击 此时的爱已经受到林的鼓舞 不再软弱想要反抗 而且他也不想一直都是哥哥的软肋 决定改变自己 雷一看着妹妹有如此觉悟 不再担心妹妹 崔敏们也被爱和林奋起反抗的精神鼓舞 开始反击 巴托也出现在这里 他是被雷一再回来的路上救的 很快拳王的部队就被击溃 只剩下了队长 队长拿起一桶汽油一饮而尽 手持双刀自信满满 紧接着释放龙土火炎术 直接雷一而去 这招就是靠刚才他喝尽肚子的汽油释放的绝招 不过这种杂耍般的攻击 根本无法对雷一构成威胁 雷一飞身上前 直接切断了队长的双刀 并划破起肚子 队长体内渗出的汽油被点燃 当场炸裂粉身碎骨而亡 然而就在此时 拳王拉欧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拉欧表示 雷一的蓝斗水鸟拳还挺令他开心的 林只是看了拉欧一眼 全身就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 他立刻叫住了想要与拉欧对战的雷一 可是雷一心意一觉 势必要和拉欧之间决出胜负 拉欧询问雷一 是否曾看到过北斗七星旁边的星星 雷一回答道 自己确实看到过那颗星星 拉欧告诉雷一 这样的他确实有资格与自己交战 并声称自己不用下马就可以打败雷一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不存在有人能让自己下马对战 雷一表示 自己今天要让拉欧死在马背上 直接出击 雷一发现 刚才的攻击发动时 拉欧根本没有动 拉欧告诉雷一 他刚才看到的攻击 仅仅只是斗气的化身 对于真正领悟全法之人 可以将斗气缠绕自身 现在这个程度的雷一 连接近拉欧的身体都办不到 但是雷一没有放弃 他的脑海中想起了剑刺狼 曾经的雷一 只是为了救出妹妹而活 增横着这个时代 可是后来 遇到剑刺狼和马米亚还有大家 大伙的出现 给雷一平级的心灵上很多慰藉 雷一没想到 那个曾经堕入无边黑暗的自己 如今也能够重新作为一个人而活 所以为了大伙 雷一势必要打败拉欧 脱离同步恐制 雷一释放难斗 究极奥义 断己相杀权 直接取下披风扔向雷一 将其视线遮挡 随即单指对准雷一的心血仇血点了上去 此时剑刺狼赶到村子 并且亲眼不顿了雷一被拉欧点血 拉欧告诉剑刺狼 他唯一值得拉欧夸奖的就是 如此天真的剑刺狼 竟然能够活到今天 说罢 直接将昏迷不醒的雷一扔给了剑刺狼 剑刺狼轻轻轻地将雷一放下后 决定与拉欧对决 林颤抖着身体 将剑刺狼的腿抱住 剑刺狼回答道 没有看到 那又如何 拉欧声称 这就代表着他与剑刺狼交手的实际和味道 随即转身准备离开村子 却被剑刺狼叫住 拉欧反手一掌 释放出强大斗气 直逼剑刺狼而去 剑刺狼被拉欧的斗气吹飞 向后滑醒了数十米 剑刺狼深知 拉欧的实力又比以前强悍了数个档次 不过如今的剑刺狼 也不是曾经的剑刺狼了 剑刺狼大吼一声后 释放出强大斗气包裹全身 回应拉欧 拉欧的做起黑王 被剑刺狼的斗气吓得狂躁不安 拉欧表示 零礼黑王如此惧怕的 剑刺狼还是第一人 随即运用满力和魄力 终于让黑王冷静了下来 看着剑刺狼已经足够强 拉欧愿意当剑刺狼的对手 紧接着双方都释放斗气 进行了一场斗气比拼 斗气之间的碰撞 产生出巨大能量 形成龙卷风直冲天际 原本盘踞在上空的乌云 顿时被吹散 众人目瞪口呆 转瞬之间 二人已经飞到空中进行对峙 剑刺狼一记北斗七死骑兵斩 急速与拉欧擦身而过 拉欧翻身再次落到黑王背上 二人来到地面 没想到拉欧的连甲 竟然被剑刺狼的攻击 划出一道口子 剑刺狼以为是自己赢了 可拉欧却说剑刺狼捡了一命 因为刚才二人对峙时 拉欧的右腿被掳剑射中 射出这一剑的 真是从昏迷中醒来的雷伊 若不是拉欧顾忌这一剑 剑刺狼已经被拉欧杀掉了 拉欧仿佛知道雷伊要醒来一般 剑刺狼一头雾水 原来拉欧从来不会立刻杀掉 向他挑战的武功高手 每次都会给予对手三天时间 感受死亡临近的恐怖折磨 这些恐惧感将会成为传说 壮大他拳王的名号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穴道 正是心血愁血 三天之后 雷伊将会全身大量出血 最后暴力而亡 剑刺狼无法忍受 拉欧对雷伊的折磨 想要讨回公道 可雷伊却阻止了剑刺狼 因为现在的他还无法战胜拉欧 花音刚落 剑刺狼的胸口出现拳印痛苦不堪 拉欧表示 仅凭现在的剑刺狼 甚至都没资格让其下马 如今只有托奇的拳 能够让他有所忌惮 这便是为何 拉欧不想让剑刺狼 与托奇见面的原因 不过现在看来 剑刺狼并未学会 托奇的拳法毫无威胁 拉欧准备在托奇赶到之前 与剑刺狼做个了解 于是立马骑着黑网 直冲剑刺狼而去 雷伊见状 扑向剑刺狼将其拉开 不让他与拉欧打 因为雷伊已经看出 剑刺狼的拳和拉欧的拳 都是刚拳 若是激流与激流相碰撞 即便打到了对方 自己也会重伤 拉欧听闻剑刺狼的回答后 禁止冲向了剑刺狼 剑刺狼反手一拳攻向黑网 意图将拉欧逼下来 并声称 拉欧在马上是无法战胜自己的 拉欧被剑刺狼的话语记录 想要认真时 托奇赶到 托奇告诉剑刺狼 生命是不可以随便抛弃的 看着雷伊被点心血仇血后 托奇表示自己来晚了 可雷伊并不在乎自己 而是让托奇劝劝剑刺狼 托奇对剑刺狼说 雷伊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却担心剑刺狼 说明雷伊已经将所有的梦想和希望 都寄托给了剑刺狼 剑刺狼不可以让雷伊的心意白费 必须活到最后 剑刺狼还想说 只要有1%的可能性会赢也要出战 托奇直言不会地告诉剑刺狼 他连那1%的胜算也没有 因为剑刺狼肯定无法杀掉眼前这个孩子 只有剑刺狼能够毫无顾忌地杀掉你 他才能够打败拉欧 所谓的斗气 是当人没有了怜悯之心才能产生的 剑刺狼能够生产斗气 因为将他们养大的师父龙泉 就是被拉欧所杀 剑刺狼一直以为师父是病死的 没想到却是被拉欧所杀 但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时候龙泉刚刚将剑刺狼定为 北斗神权继承人 没能成为继承人的拉欧准备离开大会儿 但北斗神权有个帖则 就是没能成为继承人的人需要封权 所以龙泉让拉欧将北斗神权忘掉 不准再使用 拉欧表示 自己若舍弃北斗神权的话 那么从一开始 他就不会成为龙泉的养子 此时的拉欧连神的命令都不听 何况是师父龙泉 但传承规矩不能破 龙泉只能对拉欧出手将其封权 拉欧也声称 自己要打倒恩师龙泉成为最强 龙泉率先释放北斗神权奥义 七星点星攻向拉欧 拉欧不知还有此等奥义 根本读不出师父的动作 龙泉告诉拉欧 人在移动时会有七个死角 他在这七个死角之上 真是北斗七星的形状 也就是说 北斗七星是让敌人的行动通往死亡的路标 这也是为何称北斗七星是司长死亡的星辰的原因 在龙泉的奥义攻击下 拉欧被强力压制 毫无还手之力 龙泉表示 自己不会杀掉拉欧 只会让他封权 没想到关键时刻 龙泉的救病复发顿时无法动弹 拉欧大笑道 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紧接着对龙泉出手将其当场杀死 当托奇赶到时 师父龙泉已经隐命 为时已晚 所以现在的剑刺狼 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拉欧 不过托奇已经出现 拉欧只能下马对战二人 剑刺狼立马摆好架势准备出击 却被托奇阻止 托奇让剑刺狼在一旁好好看好好学 话音刚落 托奇反手就点了剑刺狼的心弹中学 在托奇没有下令之前 剑刺狼是无法动弹的 北斗神拳内战规则就是 不能以一敌二的 就算那样 打倒了对方也是不算胜利的 托奇让剑刺狼别忘记 自己是北斗神拳的正统继承人 随即怀着必死的觉悟走向拉欧 准备开战 托奇想用自己的死来 让剑刺狼领悟击败拉欧的方法 拉欧声称 要让托奇见识一下 自己达到神职领域的拳法 紧急着释放超强斗奇 只冲托奇而去 将其包裹 但托奇并不慌乱 以柔克刚的将拉欧的斗奇 从身旁引流 拉欧每逼近一步 托奇就会退后一步来闪躲 就如同进水域的激流之后 水波驻流一般 拉欧见自己的攻击被化解 再次加大力度出击 可这次托奇并没有退步 反而上前主动释放攻击 猝不及防的一击 插点命中拉欧的面门 紧急着托奇再次释放攻击 却被拉欧迅速避开 拉欧将托奇甩飞到空中后 立马从座骑上拿出叉子出击 二人落地时 拉欧趁机踩住了托奇的脚 反手指就用叉子刺穿二人的脚 插入地面进行固定 这样一来 托奇就无法在近距离使用柔拳借力打力了 拉欧声称 托奇已经见到了那颗死罩星 但送托奇去黄泉的使者 不是病而是拉欧 看着托奇处以极大劣势的剑刺狼 却无法动弹 招击万分 可托奇根本就没有打算解开剑刺狼的穴道 托奇怀揣逼死的觉悟 双手合使对拉欧发动了攻击 拉欧的左肋被托奇的攻击瞬间击伤 血流不止 不过拉欧顺势锁住了托奇 反手出击时却停了下来 原来马米亚用鲁剑针对着拉欧叙事待发 雷一见状 立马阻止马米亚让其快点注射 因为拉欧会用二指针攻把反击 让马米亚瞬间逼命 不过马米亚心意一决 毕竟此时能战斗的只有他 马米亚表示 雷一的心意让他觉得能活在这个时代真好 临得之后 不断请求剑刺狼动起来救救马米亚 剑刺狼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当场暴役开始战斗 拉欧见状 拔出叉子直接扔向了剑刺狼 剑刺狼一记鞭腿 将叉子踢毁 让拉欧的两个部下当场避命 突破了托奇点穴的剑刺狼 肉体和精神力量更上一层了 况且雷一和托奇 已经消耗了拉欧一大半的体力 二者之间的胜负结果 瞬间变得不太明了 托奇深知 北斗神拳的奥义靠的就是精神力量 现在的剑刺狼 精神力量足够强大 一面变大了 拉欧率先释放罗汉人王拳奥义 对杀金刚拳 剑刺狼被击退数米 脚下划出两刀钩槽 拉欧又释放出蓝斗神拳的秘技 将剑刺狼身体划伤 这些拳法 都是拉欧在卡山德拉掠夺后学成的拳法 剑刺狼重振旗鼓 避开攻击 禁止冲向拉欧出击 一脚直接将拉欧的颈部划伤 拉欧立马一脚反击 命中剑刺狼的左臂 随后剑刺狼的左臂血管破裂 鲜血直流 拉欧的护肩也碎裂 肩部受伤 双方步向上下 紧接着二人之间 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鲜血四肩 双方连出数百次攻击后 二人体力耗尽 双双倒地 托奇发现 二人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击的力气了 而这最后一击 将是二人舍命的最后攻击 看着拉欧和剑刺狼 没有了反应 一动不动 拳王的手下们以为拳王被击败 是不爽 鲜非常担心剑刺狼 托奇告诉众人 他们还没切断对方的血脉 并无生命危险 托奇来到二人身边 告诉二人 这次对决到此为止 双方都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 当然托奇也不会趁人之危 他让拉欧赶快离开 拉欧转过身子表示 他与剑刺狼的战斗还没结束 今天的对战 只是二人战斗的开端而已 并声称 在筑起自己的帝国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死的 随即步履蹒跚的前行 差点跪倒在地 拉欧的坐起黑王忠心耿耿 走到了拉欧的身前 拉欧爬上了自己紧身的伙伴背上 离开了村庄 看着拉欧缓缓离去的背影 众人都知道战争还未结束 接下来剑刺狼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只剩下三天寿命的累移 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风 我们下期见 上期说到 剑刺狼和拉欧之间的战争打成了平手 最后拉欧骑着他谨慎的伙伴黑王离开了众人 拉欧走后 众人来到屋内休息整顿 此时雷一的身体血管开始膨胀 痛苦至极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雷一独自一人走出屋外 玛米亚想要跟上 拖起将他拦了下来 因为雷一最不想让玛米亚看见自己的惨状 剑刺狼找到雷一 声称是自己年龄了雷一 雷一表示 若不是遇到剑刺狼等人的话 自己还在地狱 正是因为剑刺狼等人的出现 才让雷一重新作为人活着 巴托这边 遇到了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外出的玛米亚 原来玛米亚无法将身受重创的雷一置之不理 他打算独自前去药都寻找药物救治雷一 玛米亚觉得 即便无法救回雷一 也要帮他减轻痛苦 不久后 剑刺狼将雷一扶回屋子时 发现玛米亚不见了 巴托将玛米亚置身前去药都 为雷一拿药之事告知 托起听后非常担心 因为药都是为拉欧制药的被诅咒之地 如今拳王大势已去 药都肯定落入了其他恶棍之手 众人得知情况后 对玛米亚担心至极 雷一想着玛米亚为了自己孤身犯险 很是着急 于是打算独自前去找回玛米亚 不让他以身犯险 巴托想要将此事告诉剑刺狼 却遭到了雷一的阻止 雷一告诉大伙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他要自己处理 但林放心不下雷一 还是对剑刺狼说了此事 剑刺狼立马起身 朝着药都的方向追去 玛米亚这边 已经来到药都 准备前去寻找药物 刚进城 就遇到一名小孩 遭到一条大黑狗袭击 但旁边围观的人们却非常忌惮狗 不敢上前救小孩 小男孩等母亲姑姑挨求 胖人施救 可他们都不敢 最后一个带着绿帽的男人 忍不住出手打死了黑狗 可他却被突然出现的小混混们包围 一个身材魁梧的胖子 将狗的项券套在了男人脖子上 此人正是现在统治药都的霸主 名为加尔夫 加尔夫是一个爱狗 爱得已经变态的家伙 他将狗的性命 看得比人的性命还更重要 所以导致药都的人们 不敢与狗作对 去以狗的地位之下 加尔夫直接对杀掉黑狗的男子 执行了死刑 随即加尔夫宣布 在药都 狗就是法律 躲在暗处的马米亚目睹了一切 没敢闹出动静 因为他这次的主要目的是 找到能救治雷伊的药物 马米亚几乎将药都 翻了个底朝天 才找到储存药物之地 他利用溜溜球 将守卫打晕后 进入了药房之中 可是却被看守药房的狗发现 并攻向马米亚 马米亚运用溜溜球出击 轻松解决掉了黑狗 此时加尔夫带着手下赶到 才好看到自己的爱犬被杀 加尔夫愤怒地将铁纸相圈 扔向马米亚将其打倒在地 此时的雷伊还在赶往药都的路上 被点了心血稠血的他 无视无可不忍受这剧烈疼痛 要读沉去边缘 加尔夫的手下正在揉另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被狗链扇住 混混想让他与狗握手 刚好遇到剑次郎和雷伊来到了这里 雷伊直接出手干掉了其中一人 剑次郎从另一人口中逼问出 马米亚正在被触行 剑次郎点了混混的穴道 让其以后只能像狗一样行走 随即二人朝着中央广场 出行的地方走去 马米亚这边 被加尔夫绑了起来 准备当众折磨 他让手下将带有尖刺的项圈 往马米亚身上套 尖刺刺入马米亚的身体 让马米亚疼痛难忍 加尔夫告诉马米亚 狗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 他将对马米亚施加加倍的痛苦 来高畏他死去的狗子 加尔夫让手下办了尖刺 打算将马米亚刺死 幸好尖刺来和雷伊赶到 直接弄死了加尔夫的手下 雷伊为马米亚松绑后 身体疼痛发作 跪倒在地 马米亚健壮 立马跑向药房去拿药 想让雷伊减心痛苦 加尔夫派出手下 将去追击马米亚 雷伊很是担心 剑刺狼让雷伊去药房 自己来对付加尔夫 马米亚在半路上 遇到两只大黑狗的阻拦 不过马米亚运用溜溜球 很轻松就战上了大黑狗 冲到药房门口时 又被两名加尔夫的手下纠缠 马米亚面对这些小杂兵 还是无所畏惧的 几番战斗下来 马米亚顺利让他们永远沉睡到过去 随后马米亚进入药房 不断寻找目标药物 可在找寻的过程中 一个拿着玻璃球的家伙现身 此人名叫索利根 他的玻璃球中装的是硫酸 索利根刚想攻击马米亚时 雷伊赶到了药房 雷伊告诉索利根 若是他赶到马米亚一根毫毛 必死无疑 可索利根偏不信邪 直接运用玻璃球攻击马米亚 雷伊为了保护马米亚 与索利根之间展开了对决 索利根不断拿出玻璃球 扔向雷伊都被挡下 于是他来了个绝火 球中藏球 终于命中雷伊肩部 雷伊的护肩瞬间被流算轻视 马米亚担心至极 索利根乘胜追击 再发两球 想要一起杀掉二人 不想到雷伊看不攻击 徒手接下玻璃球 命中索利根 紧接着雷伊飞升到索利根身前 释放蓝斗水鸟拳 索利根被雷伊完全命中 被切成碎片当场毙命 不过雷伊因为强行运攻 导致身体的疼痛加剧 好在马米亚在雷伊打翻的药物中 找到了目标药品 剑刺狼这边 被加尔夫的狗子军团包围了起来 剑刺狼一个眼神 直接将自亚捏嘴的狗子 吓得四散而逃 加尔夫声称 剑刺狼吓到了他的好友 是很重的罪 随即从身后拉出两个狗项圈 不断转动叙事待发 可是却在转眼间 就被剑刺狼轻松夺走 加尔夫很惊讶 加尔夫想要夺回项圈 剑刺狼直接将其手背划伤 剑刺狼运用狗项圈 不断捶打加尔夫面部将其重创 然后将狗项圈插进加尔夫的胸口 将其打倒在地 剑刺狼转身离开时 加尔夫再次起身想要偷袭 不过这些都在剑刺狼的意料之中 剑刺狼一记鞭腿命中加尔夫面门后 再接竖腿直击对方 加尔夫被打倒在地后 想要知道剑刺狼的真实身份 此时雷一和马米亚赶到 并告知加尔夫他是剑刺狼 加尔夫得知 眼前之人就是与拳王战胜平手之人后 很后悔 他后悔自己没弄清楚 对方的身份就贸然进攻 不过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他已经被北斗神拳命中穴道 绝望的加尔夫 祈求自己平时最爱的狗救救自己 没想到那只狗 却对着加尔夫撒了泡尿后 扬长而去 加尔夫见自己被爱犬抛弃 绝望透顶 最后全身爆炸死去 加尔夫的手下们得知剑刺狼的身份后 都逃跑了 马米亚放松下来后 双腿发软 瘫坐在地上 雷一上前询问时 却不小心摸到了马米亚身后的纹身 与此同时 在尤达的大本营中 他的副官达加尔归来 由于拳王纳欧迟迟没有回城 尤达让达加尔去探查 但达加尔已经搜寻数日 也没有找到拳王的下落 原来尤达与拳王拉欧是一伙的 不过尤达类型 却有自己的小算盘 达加尔建议 让尤达趁机掌控大权 却被尤达阻止 尤达让达加尔不要小看拳王 负责会自觉焚怒 就在此时 尤达发现被他抓来的一名女子 擅自改了发型 尤达声称 女子没有经过自己的允许 变得不完美了 因为尤达一直认为 自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的 最美丽并且最强的男人 而能给尤达美丽姿态的 只有完美无瑕的东西 尤达让部下将那名女子 扔到沙漠中让其自生自灭 不久后 建议党和雷伊等人回到了村子 他们找到村中的长老 询问了关于玛米亚的事情 长老终于决定不再隐瞒 向众人说出了事情原委 事情发生在玛米亚20岁生日那天 此时的玛米亚美丽动人 已经是一名绝色美女 玛米亚的父母 邀请了全村人为女儿举办生日宴会 大家都在祝福着玛米亚 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然而尤达的军队出现 打破了这场生日宴会的氛围 尤达准备掳走玛米亚 让其留在自己身边 玛米亚的父母出面阻拦 却被尤达残忍杀害 最后尤达带着玛米亚离开了村子 扬场而去 村民们面对尤达强大的军队 无迹可施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尤达将玛米亚带走 数日之后 玛米亚衣衫男女地回到了村子 从那天起 玛米亚便抛弃了女人的身份 成为了一名战士 雷伊得知 玛米亚还有如此悲惨的过去 很痛心 于是他找到了玛米亚 并声称自己一定会打败尤达 但玛米亚却不想让雷伊躺着烫浑水 让雷伊不要这样 随即满眼泪水地跑了出去 却遇到了剑次郎 二人肆目相对之后 玛米亚继续跑了出去 不过雷伊心意已决 打算在自己死之前打倒尤达 雷伊告诉剑次郎 自己对尤达非常了解 因为尤达和雷伊一样 都是蓝斗六胜拳成员 剑次郎之前打背的西安 也是蓝斗六胜拳之一 蓝斗六胜拳 是达到蓝斗胜拳180个流派顶点的六人 尤达正是站在顶点的六人之一 很快剑次郎和雷伊二人 就踏上了寻找尤达的路途 半路上雷伊的身体愈发糟糕 总是吐血 不过雷伊并不在意这些 还是继续去往了尤达的城市 二人来到尤达所在的城市边缘时 遇到尤达的手下虎座飞尾 剑次郎出手控制住小头目 就下了被欺压的村民 然后从小头目口中 并问出尤达就在中心建筑 剑次郎没太围栏这些手下 直接去往了尤达的住处 二人一路披荆斩棘 除掉了前来碍事的小楼罗 当二人到达尤达的房间时 尤达的副官达吉尔主动现身 达吉尔告诉剑次郎和雷伊 尤达早已离开了这里 因为尤达已经知道了 雷伊只有两天的存活时间 猛然激起了尤达的宿命 尤达是南斗六星中拥有妖星的男人 南斗六圣拳的六人 各自有一颗星 背负着六人各自的宿命 西恩的星名为迅星 是指为爱驯诺的星星 这也是为何第一个篇章 叫做迅爱之星篇的缘由 雷伊的星名为异星 是指要为人而活的星星 尤达的星名为妖星 是指妖媚之星的意思 而妖媚之星还有另一个名字 就是背叛之星 达吉尔见雷伊扑空后 不断嘲讽雷伊幸灾乐祸 剑慈郎无法忍受 自己的好兄弟被这般侮辱很不爽 达吉尔以为 剑慈郎与拳王战斗的 三位权益不敢出手 可剑慈郎告诉达吉尔 自己只用受伤的手 就可以打败他 达吉尔恼羞成怒 立马冲向剑慈郎准备出击 可是却被剑慈郎受伤的左手 打了数个耳光 紧接着达吉尔的胸口 不断出现点血的印记 痛苦不堪 剑慈郎表示 自己点了达吉尔的锦中穴 被点了这个穴道的达吉尔 全是会感到无比疼痛 剑慈郎告诉达吉尔 想要活命的话 就说出尤达的下落 达吉尔听闻后 立马告诉剑慈郎 尤达在南镇 说完之后 达吉尔想让剑慈郎 减轻自己的痛苦 可剑慈郎表示 达吉尔现在感受的痛楚 仅仅只是雷伊 所感受到痛楚的皮毛而已 说完后 剑慈郎带上雷伊 往南镇方向赶去 二人在去往南镇途中 被几名村民包围 村民以为二人是歹徒 便对二人发动了攻击 剑慈郎和雷伊 没有对他们下杀手 轻松击败了他们 村民们还想再战时 他们的首领诺瓦先生 诺瓦深知众人 不是剑慈郎和雷伊的对手 他也看出了剑慈郎和雷伊 不是坏人 并替部下道了歉 并且想要借助二人的力量 前去攻打南镇 雷伊和剑慈郎 得知对方目标是南镇 决定听听他们的缘由 原来诺瓦等人 是离此处不远的 一座村子的村民 不久前 他们还过着平静祥和 自己自主的生活 可后来有一天 尤打的部队传入村子 抢夺女人献给尤打 村里的男人死伤惨重 女人都被他们抓到了南镇 就连诺瓦的女友 蓝也没有逃过这群人的魔爪 诺瓦为救蓝 胸口中箭后 只能眼睁睁看着蓝被抓走 这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都是女友或者家人被抓 他们也曾想过去南镇救人 可是却没有武器和实力 诺瓦实在太想救出女友 才向剑次郎和雷伊求助的 剑次郎和雷伊 看着诺瓦对爱情的执着 感同身受 于是同意帮助诺瓦等人救出同伴 不久后 剑次郎等人到达了南镇 展开了战斗 他们以压倒心的实力 突破重重埋伏 来到了中心建筑 但尤打的部下 却用蓝和其他几名女子 当做人质 剑次郎直接报役 声称说对方杀掉人质 他们会死得很惨 尤打的手下们 被剑次郎的魄力吓到后 拔腿就跑 最后只剩下了 斜持兰的小头目 高雷姆没跑 高雷姆举起大刀 想要砍死兰 诺瓦担心自己 千军一发之际 雷伊飞升上前 释放攻击 切断了对方手臂 剑次郎释放北斗神拳 瞬间了结了高雷姆 此时尤打正站在莲子后面 注视着雷伊和剑次郎 雷伊运用蓝斗水尿圈 直接将莲子划破 却满脸震惊 因为眼前这个尤打 根本不是尤打本人 而是尤打的一名部下伪装的 此人不断嘲讽被骗的雷伊 让雷伊路不可遏 雷伊释放攻击 将此人切得粉碎 也为雷解心头之恨 而真正的尤打 竟然出现在了达基尔这边 原来尤打早就料到 达基尔会暴露自己的下落 所以故意告诉达基尔 自己去往了南镇 并声称脱了达基尔的腹 让他看穿了剑次郎的绝技 达基尔得知 自己被尤打背叛和欺骗后 愤怒至极 直接对着尤打发动了攻击 意图杀死尤打 然而却被尤打的一技 蓝斗红鹤拳命中身体 蓝斗红鹤拳 会爆发极其锐利的冲击 划破对方身体 达基尔的身体被尤打的攻击 一分为二 当场毙命 南镇这边 诺瓦也难相聚 被抓的村民们也都被解救 雷伊虽然没有找到尤打 但救了大伙也深感欣慰 不过雷伊的身体 已经无法再支撑他继续寻找尤打 剑次郎只好将雷伊 带回了玛米亚的村子 玛米亚看着 为了救赎自己而战斗的雷伊 类型五味杂成 托基告诉玛米亚 这将是雷伊生命的最后一天了 在这最后一天 雷伊将会忍受 更为强力的地狱之痛 玛米亚听闻后 将一粒药丸交给托基 让其转交雷伊 这颗药是上次 玛米亚从药毒带回来的 最后一颗药碗 这颗药碗可以让雷伊 结束生命 减轻着最后一天的痛苦 托基看着 哭着离开的玛米亚 若有所思 尤打这边 从手下可马克那里得知 建策了和雷伊一回村 于是他准备前往村子 将玛米亚抓走 目的就是让雷伊死的时候 见不到玛米亚 尤打想让雷伊知道 一心只不过是颗丑绝之心罢了 此时的雷伊 托基健壮 告诉雷伊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就是托基可以点雷伊的一个穴道 让他延长生命 不过代价就是 雷伊的身体将会产生 比现在数倍的痛苦 而且有可能雷伊 会因无法承受痛苦而发狂 紧接着托基 拿出了玛米亚让其转交的药碗 声称雷伊 还有一个结束痛苦的方法 就是扶下药碗死去 雷伊面对托基给出的两种选择 没有犹豫 他直接选择了点穴续命 决定执行为人而活的异性宿命 随即雷伊拜托托基向自己点穴 继续为玛米亚而活 托基将所有人请出了房间后 将那颗药碗递给了雷伊 他让雷伊实在忍受不了痛苦的时候 可以服下药碗 然后点下了以心穴仇穴对立的穴位 心灵抬穴 距离的疼痛感袭来 让雷伊无法忍受 发出阵阵嘶吼 雷伊的指甲也不断脱落 雷伊跪倒在地不断挣扎 屋外的剑刺狼等人听闻后 内心难受不已 爱无法忍受 哥哥如此痛苦 泪流不止 然而就在此时 尤塔的军队到达村子发动了攻击 剑刺狼和托奇立马出战 与尤塔的军队展开了战斗 可马克让一个名为高刚的壮汉 去了结剑刺狼 实则是让高刚拖住剑刺狼 自己在暗中观察 可高刚却被剑刺狼一招 北斗击坠指瞬间打败 此时两位村民匆匆赶来告诉剑刺狼 马米亚被抓了 剑刺狼立马赶到雷伊的屋外 拯救被抓的马米亚 几番战斗下来 小龙龙们都被击溃 可是两名小头目 却用马米亚的声明威胁剑刺狼 突然众人察觉到了整个地面在微微颤动 躲在暗处的可马克见状不妙 悄悄溜走 雷伊看着天空并为消失的死罩星暗自感叹 马米亚听闻后 才知道北斗七星旁边的复兴是死罩星 雷伊这才知道 马米亚也能看见死罩星震惊不已 这让雷伊更加坚定 要把自己的性命献给马米亚 第二天一早 雷伊穿好了战袍准备前去除掉尤打 没想到尤打却出现在了目的 找到了正在祭拜的马米亚 尤打将马米亚作为人质 出现在了雷伊和剑刺狼面前 他率先派出手下出击 想要看看雷伊的实力如何 转瞬之间 雷伊出手秒杀了尤打的两名手下 尤打见雷伊的实力并未减退后 打算亲自上阵 二人释放攻击 急速攻向对方后 双方擦身而过 雷伊的胸口被划伤 而尤打的脸颊被划出一道口子 这让原本就觉得自己很美的尤打顿时破防 尤打愤怒地指着雷伊说 今天一定会杀掉雷伊洗刷屈辱 事情要追溯到尤打和雷伊一起学习蓝斗圣拳的时候 那天雷伊正在高耸的木桩上方练功之时 一只老鹰发现了围在雷伊身边的一只小鸟想要捕食 雷伊围救小鸟 直接对老鹰发动了蓝斗水鸟犬飞燕流舞 华丽的攻击瞬间切碎了老鹰 惊待着在场的所有人 下方观战的尤打 顿时被雷伊吸引呆呆站在原地 等他回过神来后 跑进了一旁的屋子将镜子打碎 因为就在刚才的一瞬间 尤打的灵魂已被雷伊夺走 这是尤打有生意来 第一次对他人的美着迷 这让一只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美的尤打备受屈辱 他用自己的鲜血将嘴唇涂红 并发下誓言 声称总有一天 要用自己的双手让雷伊丑溜的死去 而如今面对仅有些许生命的雷伊 正是洗刷屈辱之时 但雷伊却丝毫不惧 声称今天会死的将是尤打 尤打万万被想到 雷伊本应腐朽的身心竟然还如此强悍 而且雷伊的技巧 比起以前还更上一层楼了 就连尤打身旁的部下 也被雷伊的蓝的水鸟拳迷住 尤打无法忍受不孝的说辞 当场将其杀死 随即转身 不断对着雷伊发动猛攻 却被雷伊轻松避开 雷伊越到空中反击 再次将尤打打倒在地 雷伊告诉尤打 自己之所以变强 都是因为玛米亚 自己对玛米亚吃热的爱恋 对于不懂爱的尤打来说 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可是尤打听闻后 却狂笑着说雷伊是无法打败自己的 因为尤打是不会毫无准备 就来对战雷伊的 话音刚落 村子上游就传来了炸弹爆炸的声响 原来尤打已经派出 可马克等人去上游炸毁水坝 处于下游的村子 顿时被储存的水流淹没 常年被封杀侵尸的村子 因为注入了大量的水分 这些沙子将会变成流沙 将在河道中对战的二人束缚 而雷伊的蓝队水鸟拳奥义 就在其华丽的步伐 这样一来 雷伊就像一只被束缚翅膀的水鸟 无法反击 尤打的蓝队红鹤犬 可以远程攻击雷伊造成伤害 尤打是让蓝队红鹤犬奥义 传冲猎波直击雷伊 雷伊的身体被划伤树处 鲜血直流 妈咪亚担心自己 林显要让剑刺狼帮忙 却发现剑刺狼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剑刺狼 已经来到了大坝 找到了可马克的人 可马克使用的拳法 明为抗制猫而拳 这种拳法 可以像猫咪的步伐一样 在狭窄地方攻击 在大坝上 可以说可马克占有绝对的地理优势 可马克顺利划上了剑刺狼的脸颊 可剑刺狼却很冷静 然而就在可马克 瞄准剑刺狼的心脏 想要致命攻击时 他的平衡感却遭到破坏 顿时变得站立不稳 原来在刚才的对战中 剑刺狼点了可马克 控制平衡的穴道 可马克从大坝掉落时 身体暴力而往 剑刺狼来到大坝下方 找到一块巨型岩石 然后运用蛮力 直接将巨石移动到大坝缺口 将其堵上 与此同时 尤打准备给遍地鳞伤的 雷玉最后一击 此时剑刺狼的助攻 也让水流停止了流动 雷玉趁机挣脱束缚 从流沙中一跃而上 反击尤打 一记懒斗水鸟拳奥义 飞翔百里直击尤打 尤打的双肩 被雷玉的手刀重创 尤打败北 而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尤打再度被雷玉的拳法 深深吸引 尤打声称 自己不想就这样死去 并将雷玉的双手拔出 然后将雷玉的双手 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雷玉震惊不已 就这样 妖心尤打最后死在了雷玉的怀中 尤打的手下健壮 立马四散而逃 离开了村子 雷玉看着尤打的尸体叹息道 尤打也是个孤独的武士 不过自己也命不久已 马上就会去找尤打 雷玉来到玛米亚深浅 告诉玛米亚 一定要活下去 直到死赵星云落之前 都要身为女人而活下去 一定要去追求女人的幸福 看着眼前的雷玉 玛米亚的女人之花再次盛开 很明显 玛米亚已经深深爱上了 眼前这个男人 但事已愿违 雷玉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对玛米亚说了再见后 转过身子准备离去 玛米亚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雷玉叫停 因为雷玉最不想让玛米亚 看到自己的惨状了 雷玉找到剑刺狼等人 并向大家做了最后的道别 面对哭泣的妹妹 雷玉内心很不识滋味 不过她深信 妹妹已经变得坚强 能够独自面对人生 面对大家的不守 雷玉只是坦然一笑 最后进入到一间屋子中 迎接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心雷玉就此陨落 但她的精神永远活在众人心中 此时的玛米亚惊讶地发现 自己看不到死赵心了 这便是雷玉运用生命换来的奇迹 就此风云龙虎片的剧情 就全部结束了 下期咱们继续下一个 片章的剧情回顾 遇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风 我们下期见